今天難得我妹一起來喔 哈囉 我其實之前呢寫過非常多 有關胸部然後胸罩new bra的一些概念 但還是有很多人不懂 或甚至覺得那是因為你有料啊 或是你胸部打之類的 但是今天我妹一來 應該就會非常的感受到 根本就小屋見大屋啊 穿搭跟穿衣服啊 穿內衣都是有很多的方式 就是看你想呈現的樣子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想法 我妹就比較偏向歐美派 只要有支撐就好了 真的支撐到就好了 不要比本來那個高度還有低就好了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不把它很集中或拖起來 就叫做下垂的那種概念 但是這種概念你覺得怎樣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啦 但是我之前遇到的專櫃小姐 她都很喜歡就是幫你撥啊撥啊擠啊擠啊 肉在後面一點就是腹乳啊 然後胸部稍微低一點啊 就是下垂 對會有那種概念 而且這邊的肉全部都把它放到這邊來 才叫做穿的正確 對然後她會跟你講說那就是你胸部一部分 但是其實它就是肉而已 就是要安慰大家而已 對吧 對就是讓你的罩杯升級那種感覺 我現在就是30低 有些尤其日本的30啊 它真的會做非常非常的憋 胸撐壓迫的感覺 對所以變成就是我會穿32的C 都要扣子扣到最緊的那一種 所以你現在的尺寸是 3年前她有在台灣 最後一次在台灣買的 我那時候是買32G吧 我在日本念書的時候我妹來找我 那個時候她還不知道夏威有到30的 那個時候也還沒有進台灣 然後她那時候就是真的有穿到30H 妳現在最多內衣是從哪邊買 老生完小孩之後 我有在SOS上面買 英國的網站 昨天我在Shopop就是美國的購物網站 我妹比較多是從歐美網站買 對然後我買那個Kelvin Klein CK的內衣 那昨天我買的尺寸是32G Trivo D就是DDD 所以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尺寸 有些品牌它那個尺寸也不一定 尤其現在內衣品牌很多 它有時候那個內衣的那一個大小啊 胸型什麼其實那個標準不太一樣 我這幾年都還蠻愛維多利亞的秘密 Victoria's Secret 之前我真的整個衣櫃都是日系的內衣 但現在就比較沒那麼多 因為穿衣服的關係 然後我自己還蠻喜歡買那個維多利亞的秘密 跟無缸圈內衣 現在無缸圈內衣真的很厲害 就是其實都很厲害 然後有挺 然後也有鋒 對 然後又很舒服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就是 我們最喜歡的內衣 多 一直以來我知道 我妹就是對於內衣跟衣服穿著上 有非常大的困擾 所以我當時看到這件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件也太特別了吧 而且竟然有做到這麼大尺寸的 真的很厲害 ASOS買的 對啊 它就是各種尺寸都有 它就是一個讓人覺得很有安全感 很多人就會問說就是 我會不會穿NEWBRA 或是無間帶的內衣怎麼穿 NEWBRA尺寸都不夠大 我有穿過低 但是不會整個包住 它就包住可能一小部分的那種感覺 加上胸部大概就是重啊 所以就會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以我的尺寸放在這上面的話 對啊 就可能一半不到 大胸部當然就是希望有支撐的同時 還是要就是 就是如果的嗎 你知道硬擠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不只啦 你硬擠你知道就是會到這種感覺 對可以 可以就是可以擠到很高 就是躺下的時候就會勾到脖子的那種概念 我懷孕的時候就有耶 我懷孕的時候有 我懷孕的時候有 有無奶的時候真的是胸部最美的時候 對 就像給全世界看見胸部最美 超美的 如果說你要問這個問題的話 我有分享了 怎麼退奶才不會變她的厲害 所以妳覺得妳有縮嗎 我沒有縮 但是就是有比較軟然後比較脆 但不知道為什麼老公比較愛 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為什麼變比較軟 送完第二胎 然後又退奶之後 我覺得比第一次結束之後 又更多了一點那個失落感 所以我就會很努力的去按摩 衝倒的時候一直衝胸部 我是沒有做我自己是懶 我自己有運動 而且她是去健身房的走 蠻多大胸部的女生 其實就是會很害羞 會很自卑 胸部很大 或是像我一向的穿著都是 會盡量把胸部穿得看起來比 本來的還有小型 那個我妹穿的並不是很挺的 我的裡面還有那個墊 那這一件我最喜歡 因為它可以就是把胸部 脫得非常非常美 就是以我這個C左右尺寸 它這個有大概2.5公分 它就是有出一系列 增大Cup的 胸部就會看起來超挺的 美國的內衣它又不會做到很高 比如說這邊 它不會就是做到很高 對 像比如說我這件事比較特別 因為它這邊 到這邊就沒有太多的支撐 鋼圈是走這樣子 然後這樣下來 這邊有鋼圈 然後這邊上來 那一般來講 我不喜歡鋼圈到很高 因為很不錯 有些到那種這邊旁邊到很高 還是要有一點那個距離會比較好看的感覺 真的胸部很大的啊 他們沒有辦法找到就是 可以穿很低 對 然後又看不到這一條線了 對 就這件才可以 這件就還滿特別 因為其實胸部大人雖然說一直想要找五間 但就算我可以推薦你五間 但是就是大胸部人就是很沒有安全感 胸部大 在穿衣服上面就比較容易顯胖 但我的肩膀非常的窄 我的這邊到這邊的肉非常的薄 我就會想要把胸部就是脫的 看起來比較大一點 你知道我才有辦法把衣服撐起來 我以前就是不會穿衣服 不會選胸罩的時候 我怎麼穿衣服就是平的 加上我媽和我妹就這麼大啊 我就會覺得我根本就是平胸 但事實上就是我還是有胸部的 在瘦子界裡面還是一個 就是小巨乳 你知道這邊有一個骨頭是突出來的 就穿稍微低一點 但也沒有真的看到勾那種 我就是只看到這裡的話 它會看起來 就會看起來好像胸部小進去的 總之就是有一個弧度 然後又來個胸部 反正我覺得是很奇妙的 所以咖在哪一個點還蠻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之前常被網友說 你是假的 總之就是一個證明 我就是一個證明說 其實它的胸部是真的 像我這種要嘛 就是好像比如說高一點 然後要不然就是可能低一點 不要直露出這個地方 我就是要盡量要 就是要穿比較低一點 因為我臉也是比較圓 它真的就是穿就是比較低 而且越低的越北 對 就低一點就比較好看 甚至就是其實低胸 會看起來胸部比較少一點 在視覺上 這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因為就是好像有露出夠 總之就是胸部當然其實 穿相對低一點 會整體看起來比較瘦 因為可能視覺切切切切切切的感覺 好這個是我們覺得很特別 然後也最喜歡的內衣 那我們現在要來分享我們 平常最常穿的 嗯 好 平常最常穿的我有兩種 沒有一定就是要露胸或怎麼樣的話 就是Mixing Tutu的 它其實不算內衣 但是它就是那種T-BRA 穿T-Shirt的時候 不會有痕跡 然後又很舒適的 在家裡的時候我最常穿 這一件就是我長後 大概第一件買的內衣吧 是在Uniculo買的 其實它是運動內衣 它沒有鋼圈 但是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可能因為它後面是做交叉 很牢固啊 很牢靠啊 它撐起來的感覺就會比較直重 然後旁邊就是不喜歡太高的感覺 整個把胸部收得還滿好的 肩帶的地方很寬 所以假設不小心露出來的話 也不會覺得哇 內衣好像露出來的感覺 這個是另外一個 這一個品牌叫柏雷絲 做無肩帶內衣 評價最高的 而且它沒有鋼圈 它也有那種從這邊的袋子 但我不真的喜歡 就是一個造型吧 這是我們推薦 平常最常穿的 對 現在最常穿的 穿衣服之後的感覺 好 那我的後來呢 穿起來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以我這個胸部的尺寸 穿起來就是會有一點點夠 就是自然的 不是那種 印象很誇張的那一種 前一陣子我第一次看它穿高領 對我來講我真的很震撼 它穿就是在這個以上的啊 會比它原本的感覺胖很多 它竟然敢穿這一種 很兇 就是這件內衣是可以穿高領的 內衣很重要之外 這邊也要稍微挖比較多 就是T恤內衣的感覺 完全沒有線耶 完全不會弄 完全沒有線耶 好 再來這一件是有鋼圈內衣 然後是我們很喜歡的分享 我又要驚嘆了 以前那個裝櫃蕾絲真的 你穿上去就會覺得 就只是鋼圈 這個有沒感 有點美的鋼圈 這是DKNY的 它算是沒有包到這麼多的 我覺得四分之三 那個肩帶坐在比較外面 所以它就會比較有往內收的感覺 比如說像你剛剛那件衣服 它是比較靠近這邊 那你就可以穿挖空的那種衣服 那如果把這件穿上去就會露出來 就會看到 如果是真的就是對鋼圈是有一種迷戀的人 我就一定要穿鋼圈才有安全感嗎 因為其實有一些就是機能 就是比如說真的要脫膏 或是怎麼樣子的 它還是會有鋼圈 這件也是維多利亞的秘密 我喜歡這個是它這邊很細 我覺得像這個就是比較粗 所以有時候穿起來 就會覺得沒有這樣細的舒適 它鋼圈這個地方 也不會壓得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如果穿同色系 要露出這個地方 我也會覺得很美 所以這個我也是 就是收集了非常多的顏色 也是包色 就包色 我浮誇了 我覺得很美 像這種寬鬆的就可以穿像這樣的衣服 基本上我還蠻多這種看不太到胸型的衣服 低胸就是看起來胸部比較小一點 其實一般胸部像到這樣子尺寸的啊 都是比較胖的女生 真的是看起來是比較肉 大家可能就是會穿這一種 當然就是這種衣服可以撐得這麼好看的 也就是我像我妹這樣子 像我這種浮誇姐的這些嗎 Party 我覺得它在低一點看到有一點是可以 但這個是剛好就是沒有看到 有V的衣服還蠻適合這件的 對 低以下的我覺得就是還蠻適合的 就是我的這幾款 歐美派的 天然舒適又可以擠不夠 對 它並不是會把你擠到就是 就是一個很自然 沒有比它搬家那種感覺 對 但是又是可以把它拖起來的 就是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好 再來這個是 沒有鋼圈沒有支撐的那一種 真的很美 這個是Free People 這一個呢我穿起來 這邊骨感會蠻明顯 所以我後來就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Free People 朋友應該是非常適合的 比較消結或是綁帶的衣服 然後又皮胸的 主要是要配合衣服 所以穿這一件 旁邊有露出一點這樣的蕾絲 也會很漂亮 同色系的 或是深色配上 比較重色系的衣服 就會覺得可能是你刻意露出來的 現在就是要展現內衣 讓人家知道就是你裡面是穿得很漂亮的那種感覺 就像這樣 帶子的地方其實也就是還蠻細的 它在沒有鋼圈的公司 肩帶的位置還是往中間收啦 有把乳垢擠出來的感覺 還是有一點點支撐 我這件就是Mixing Tutu的T-BRA系列 這邊有蕾絲 而且這個顏色我也還蠻喜歡 它裡面其實是有附那個襯墊的 歐美的話他們就比較沒有 這件是圈圈薄的 對於沒有支撐 沒有安全感的人 那可能就沒辦法了 要穿衣服 好了 一個像夏天 一個像冬天 真的 我覺得它有一點露出藍色還蠻美的 覺得還蠻自然的感覺 在冬天深藍色算是基本的耶 這件也還蠻好搭 繞緊的設計 所以背部就不會有什麼交叉 或者是兩條線之類 後面就是這樣 後面都有不同的設計 你要嘛就是穿NEW BRA 基本上第一以上的人穿NEW BRA 就很沒有安全感 那這一件呢 至少還是有一些支撐在那邊 不會覺得亂晃亂跑 或者是掉到哪裡 至少穿這個繞緊式的設計 可以有往上拉的感覺 前面有深V可以LOGO的同時 後面又可以把整個眉背的設計 把它展現出來 所以這種內衣還是有它存在的必要 這樣子就是可以選的衣服的類型會比較多 內衣現在變成是一個穿搭的概念 肉的漂亮啦 肉的漂亮 就是你穿搭的功力 今年就是這種磚紅 像這樣子有點看到 就是還不錯 有點亮眼的斷面的材質 露出來一點點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像這個是沒有鋼圈的 就隨性穿衣服的時候就真的很舒服 我覺得選擇性還蠻大 但是重點是你真的要了解自己 然後多嘗試 我有教過大家 如果胸部想要怎麼把胸部看起來變得比較大 胸部卡口裡面就是算是比較中間值的 對啊 要怎麼穿 真的 我也有分享過 我覺得CD真的是很幸福的一個尺寸 一般人家來講的巨乳 也跟你們分享了 你們還有什麼想問的嗎 總之今天就是分享一些我們的想法 讓你不要只局限於就是專櫃小姐跟你講的才是對的那一種想法 對對這點也很重要 它沒有不對 但是我覺得外擴跟夏者的定義 不是像他們講的那樣 那個叫自然 天然 對要愛自己也自然的感覺 之前還有穿過就是真的比較自然 它就是很自然的形狀 我走過那衣專櫃 然後那衣專櫃小姐她馬上就走到我前面 手就拖過來說小姐你的胸部外擴了 我就覺得 幹你屁事 哪一個女生的胸部不是就是這樣子開的 誰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 就算是做出來久了也是會往下往 我會往旁邊 對啊因為皮就是這樣子啊 地心引力就是這樣子 你睡覺就是這樣子啊 就算是女生我也不喜歡人家沒事就走過來說 小姐你外擴 對 就是 感覺很差欸 就算我知道我沒有去特別去集中她 但是就是 就覺得你在攻擊我啊 幹嘛一定就是要有我們的標準來攻擊別人 我們就是 有點情緒化了 不好意思 那像我跟我姐就不會去想說 喔我們一定要就是很集中很脫高啊 然後這樣子局限我們可能可以穿衣服不同的嘗試 好啦 那就這樣囉 有問題的話我們下次再拍 對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們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就是如果你有穿什麼特殊的內衣 我們也會很有興趣去看 就這樣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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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